8月9号临时零分 康盛医疗集团和主角妇有医院 分别迎来了一男一女两个国庆宝宝 主角妇有医院凌晨零分 迎来比预产期提早约十天的孕婴 在康盛医疗集团 这对父母也在同个时间迎来了一名男婴 巧合的是男婴的姐姐三年前也在国庆日凌晨出生 这个家庭有两个国庆宝宝 父母认为这是特别的缘分 十分钟后 康盛医疗集团另一对年轻夫妻 也迎来了一个体重约三公斤的男婴 因为她来得很突然 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很大的感想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是我们觉得很荣幸 因为她可以跟新加坡一起 庆祝生日 希望她对国家会有所贡献 父母还表示她是个幸运的宝宝 因为提前两周来报到才巧遇国庆 非常好 好 谢谢大家